音乐 疑脑是我们也叫做流行性乙型脑炎 它是由疑脑病毒引起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急性传病 它这个病的特点的话呢就是发病急 而且的话呢就是都是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表现 一个的话呢就是病死率高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的统计大概是病死率是有些超过30% 而且的话呢即使是不死 可能也会留下这些严重的神经系统的后遗症 而且这个后遗症的发生率呢 也是有30到50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率 所以呢是世界卫生组织中优先要预防一个转病 过去大家都以为是只有儿童接种这个疫苗 实际上整个生命周期都可能需要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的话不单单是保护我们自身的个体的一个健康 如果我们的接种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 实际上对群体也是有这个保护的作用的 而灭活疫苗它有个很明显特点 就安全性里面是增强是很强的 是用灭活的医疗疫苗 用减毒的比较少 只有几个国家还是用减毒的 接种疫苗那么是预防传染病最科学 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那么我们就呼吁大家 特别是特殊健康状态的孩子 那么对于接种疫苗 对于保护这类特殊孩子的健康也是非常关键的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这些特殊孩子有疾病 不能打疫苗 那么延迟了他们的一个受到疫苗保护的这个时间 那么暴露在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风险之下 所以我们呼吁特殊健康状态的孩子 经过医生评估以后 尽早的接种疫苗 感谢观看